哈喽又是我 今天尼基呢 这个模拟师有这个超频模式 来我们一起来操操看 那首先呢 他这边其实也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介绍 首先他会有不同的选择让你选 主要分三大类 可以从画面看到 选择越高的难度里的分数会越高 那最高是25分 25分之后就无论你26 27 你拿的奖励还是一样 所以刚刚好25就考了 那还是那一句模拟师嘛 你可以重复打的 就你可能一开始觉得很难打 那你就慢慢去叠不同的buff 你可以从等级4开始 等级5慢慢来 一级一级打上去 然后叠一堆的buff 让你比较好打 我这一次呢 我是叠了三成的buff 才正式挑战25难度的 那25难度 我可以建议大家这样点 我觉得蛮轻松的 首先是这个hack难度 然后这边最低这个不要点敲蓝打 我卡了很久 所以我放弃了 然后是攻击力 呃 亲密度啊 这些都可以点 时间都可以点 呃限制角是不要点好了 嗯 全部改铁甲属性都可以 然后自爆怪 现在21等 呃 回血这个也挺麻烦的 不要点好了 这边点吧 加防跟加血量的 刚好25 那 来吧 因为这次 他全部会变铁甲属性 所以你有暗影大人的话 黑白兔就会非常的简单 所以我建议的组合就是 现在我画面这一对 莉塔 黑白兔 暗影大人 跟玛丽安 基本上你们跟我这样点就很容易 打得赢了 有暗影大人绝对能打得赢 除非你战力不够 新手 或者是 等级差超多的 我觉得 这次可以慢慢来 就 你先点满所有的buff 然后看你能打多少都打多少吧 慢慢一级一级来 这样就 尽可能拿多一点技能数 毕竟他这次拿到的技能数也蛮多的 就不要 错过这次的活动 这次他有时间限制的 不是一个常驻的 我都不知道他这个 这个一个是贝塔版本 就是让大家去测试一下 然后如果 可以的话 应该会变常驻吧 我猜 那模里是大家都玩的比较多了 都玩了很多次了 也不用 我也不用教大家了 总之就是 拿相同形状的buff 这样叠就会有吃到那个效果 唯一麻烦就是以前我们可以直接全部跳过嘛 只打最后一关 但是现在呢 战力超太多了 除非你 不在乎那些奖励 然后你选 比较简单 然后你就可以一直skip 但是 千万不要这样 毕竟 其实拿的技能数真的太香了 太多了 所以能打多少就打多少吧 有阿尼大人就很简单 也可以看到 日本商 他开了大绝就 劝土 整个画面都会把他干掉 整个画面都会清掉 都非常简单 轻松 哇 莉塔 我莉塔差一点死 然后这一关 我跟着接着说 我卡了 15分钟 因为我莉塔血量超低 经常都会被秒 所以就要提醒大家要 打下一关之前 先留意一下你的血量 就不要太低 太低的话重来一把 尽量维持健康的血量 不然 你就会跟我一样卡很久 除非你那只角色根本不差他 但我是莉塔 不能没有他 所以我卡了不少的时间 那因为我点了自爆怪 所以就要马上 他出来的时候马上把他清掉 不然你会被秒 只要你没有点到最低一牌的那个就可以了 最低一牌的那个就是 打boss剑 有一个大概好像是三分钟的关卡 他有出手怪就会把你绑住 然后超痛血量超多 很难把他干掉 那个我卡了 两个小时 跟大家修 所以我最后就 哎 还是放弃了 我这个战力 已经超 太多 差太多了 就算我有暗银大阳也好 但 还是打不赢 所以我只好放弃那个选项 还好的是其他都 可以拿到不错的分数 所以 不一定要那个 那个是直接加5分 但 我 加血量 加 防 我觉得会比较好 比较轻松一点 如果新的话 你可以点一下 最底一排的那个 然后你去打打看 我觉得 最难就是那一关 boss战也没有很难 最后一关没有很难 但是那个真的是很难 这一关其实也有一点点难度 如果你遇到的话 你可以 直接清掉 boss出来 你就把上火力 集中他 因为他有沉默 很麻烦 暗影大人 你不是每一下都能开大绝吗 先集中秒他就好 最后一关 爱干 看错了 我打算是把正方形变成 干 另刑 我忘记普通话叫什么 好 boss战就没有什么难度了 说真的 就 就一般的boss啊 比这个 拦截战的还要简单 那些部位我觉得是打不爆的 所以 你可以不用去秒他的部位去打 直接秒核心就好 手动一下吧 呵呵 不能自动 自动他不会没有核心的 小怪也 轻一下 毕竟时间还很多的 核心就在 中间那一颗 应该没有人不知道吧 啊 话说我已经把数字 关掉了 这样 我觉得 我玩的会比较好一点 还好 暗影大眼的特效没有那么软 没有多了那么软 不错 值得抽了 对 对就是这样子 那这样就可以轻松25级的 然后你打一次 你之前的 正常版的模拟是也会给你奖励 所以你只要打一次就好 total 25的 要是那么简单 那么今天影片就到这边 我们下次有缘 再见 我是Ling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